哈哈哈哈哈哈 Take 3 快點吧 OK好今天我們要來學 如何很快的把一首歌學好 我們每個星期都會 要預備幾首歌 可是有時候幾首歌對我們來講都是新歌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做一個示範 怎麼樣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我們就把一首歌學會 所以基本上 我有五個點就是很重要 第一個點就是那首歌的 Song Flow Song Flow就是什麼呢 每一首歌都會有intro verse 有些歌有pre chorus 每一首歌都會有chorus chorus就是我們所謂的副歌 然後會有bridge interlude 第二個就是他的rhythm pattern rhythm pattern就是他整首歌的 那個我們所謂的drum beat 像是他的那個精髓 有時候你想啊這首歌的beat 怎麼樣打?叫我打一下這首歌的drum beat 那首歌的drum beat怎樣玩 那第三個點我就要去特別去著重的就是 我們很多時候聽一首歌的時候 我們覺得這首歌很好聽 哇他的roll他的fill in 點綴的剛剛好不會太多不會太少 然後第四點是那個pace pace就是你的那個tempo 就是他不會跑 他不會快 他不會慢 可能下一次我會教大家怎麼樣 去抓這首歌的那個的tempo 那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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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ce ok 最後是develop 就是我會先模仿那首歌 盡量玩原汁原味 好像一些非常熟悉的歌 我就不能夠在一層不變的中規中矩 就挽回那首歌的那個的drum beat 我就會 開始 develop 這個是我最後一個point 那首先今天我要來介紹一首歌 你那首歌叫太陽 我只想著你的太陽 你的太陽 在你的心裡 在你的心裡 為了這個的短短的視頻 我也是去想了一下 如果我用一首我非常熟悉的歌 我覺得應該 哎呀好像很容易這樣子 所以我就 剛才就在來的路上 我就想說ok 等一下我們就來拍這首歌 基本上太陽這首歌的drum beat 都都還蠻簡單的 這五個會決定我們可以怎麼樣 很快的學會打一首歌 那你只要把這五個點記得就好了 ok ok 好 剛才我們講的那首歌就是太陽 通常我會這樣子旁邊會放一個點 這個是那首歌的那個tempo 所以基本上整首歌會是這樣子 一開始是intro verse chorus 那那個鼓其實是在chorus還近 所以蠻多的歌 它其實在intro verse的時候 基本上是沒有東西 第一輪 所以它chorus才進來那個drum 所以我做一個note drum in ok 然後過後 它就回到去intro verse prechorus 然後過後 chorus 然後這首歌有bridge 橋段 bridge 橋段 bridge 橋段 過後回來chorus 這個chorus有點特別它是 就是我們叫drop 就是drop下來的意思就是沒有鼓 可是中間它有一個build up 那個build up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 build up有一個fill 然後go就是outro 通常我會這樣子 我會先去把這首歌的flow寫了下來 我會聽這首歌的tempo是在哪裡 我這邊是用metro timer 大概是一個這樣子的app 基本上它是讓我可以在整首歌 在run的時候我就可以tap這首歌 那我tap的過後我發覺到這首歌的tempo其實是在62 蠻慢的 這樣子類型的慢歌基本上就是60到70之間 你不信是嗎 one two three 我我只 哈哈哈 ok 再來再來 這樣唱啊 再來 哈哈哈 就是one two three 我只想做你的太陽 你了 ok 今天我們不是做song cover ok anyway 它的tempo就是62 但我進去的時候就是chorus 那個drum 因為我們是用很快的去學這首歌 那我會我會只是放bass drum跟snate drum tup da tup da 然後hihat我都不化 hihat我都會直接放那個b ok 這樣子的東西在上面 我就知道說 基本上是這樣 然後我們今天就會go into chorus 然後chorus的beat是這樣子 然後after that 我們還會有fill in 然後最後是develop develop裡面 我們 我們下次才會聊develop 我們先把一首歌學好先 ok 所以等下我就要做示範了 我只想做你的太陽 你的太陽 在你的心裡呀 在你的身體呀 不管是多遠離到遠方 不要害怕我在身旁 想做你的太陽 你的太陽 在你的心裡呀 在你的心裡呀 說不定的身旁 也要不理會你呀 那我 那我